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他也会温柔对你 虽然你再次遭遇了私生的困扰 虽然你面对过多的恶意 但是你却依然的温柔 在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当中 你依然会为了完成一个粉丝的愿望 去伴做服务员 不善于做饭的你 依然会为他准备一碗面 这可能就是他真的很感谢粉丝的喜欢 感谢可以送他一片又一片绿海 我们也在屏幕前傻傻的哭泣 最感动的莫过于王一博说的那一句 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成为别人关键时刻的力量 一瞬间也是让我们累崩了 他遵守了自己的约定 而抗议护士也见到了他 就像很多人说的 只要你合理的站在他身边 他就会抱以温柔和微笑 不要让他有压力 你才会看见一个满脸笑意的他 二 其实他一直都很温柔 但是被伤害的太多了 将温柔包在了一个坚硬的壳里面而已 都说他是一个难靠近的人 但是他却可以和天天兄弟们一起做节目 被几个哥哥那么的喜欢 都说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但是他却可以和肖战玩得那么开心 只要见到肖战就开始笑 都说他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但是他却可以坑前锋 叫肖战战狼 以前的他真的是很纯真的 会对着小黄人很天真的对话 也会各种的卖萌 但是他却一次次的被伤害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他足够的安全感 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包裹了起来 就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的人 才可以走进他的内心 三 王一博已经表述过多次 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比自己大的女孩啊 这样才能够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吧 他在很小的时候啊 就已经被泼过油漆 被系过血衣 所以到现在为止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都会开一盏灯 这就很明显的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对于安全感不足的人 肯定都会喜欢比自己成熟一点的 这也许就是喜欢比他大的女孩的原因吧 四 陌生人的笑容 真的是需要被认可之后才会展现的 你会对一个陌生人温柔吗 我想啊大多数人都不会吧 见到也只是简单的微笑 也是友好而已 温柔只会对待自己认可的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王一博的话 那么就努力的去做让他认可的事情 就像抗议护士这样 他笑的是多么温暖 就像是阳光照进了大地一样 在陈情烈火了之后 肖战和王一博常常组成CP参与活动 甚至给他们的CP取名叫做 博军一销 粉丝们是磕唐磕的开心啊 两位主演的事业也由此进行的风声水起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了解一下王一博吧 王一博最开始 想必是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被大众认识的 那时候的他呀 在台上不会争风头 话也很少 仿佛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刚刚从韩国回来的他 对国内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能够被芒果台继续留下来 就说明他不会差 只是呀 还没有到该绽放光芒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呀 都是安安静静的 一副不争不抢的样子 可是该他表现的时候 他也会大方毫不切场 而且绝对不会扭扭捏捏的 这个大男孩注定是不平凡的 小时候的他因为家庭原因 父母不能够像别的父母一样 经常陪伴在他的身边 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十分独立的孩子 有一次他又是一个人去医院输液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电视上的舞蹈节目 这一下子就激发了他选舞蹈的兴趣 虽然他身体素质不好 加上当时父母觉得跳舞是不务正业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最终得到家里人支持的他 开始学习街舞了 在一次街舞大赛当中被星探发掘 然后成为了乐华娱乐的练习生 此后他努力练习他喜欢的街舞 在严格的淘汰制里 一次次的被留了下来 后来他去韩国进修 组成了组合出道 又因为限韩令回到国内 嘟嘟转转当中 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莫测 就选择放弃 终于在芒果台被汪涵相中 然后留在了天天向上的舞台 一开始大家都很不解 凭什么那么多优秀的人里面 选了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他呢 要知道和王一博同期竞争的还有孙威龙 彭一畅 吴磊 曾顺兮等优秀的人 在这些个过程当中啊 王一博一开始总是黯淡无光的 可一旦他站在舞台上面开始跳舞 那时候仿佛全世界最耀眼的光 都打在他身上了 他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能在芒果台站稳脚 成为知名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让王一博很开心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他没有死守在天天向上主持人的岗位上面 他知道那不是他的领域 他选择参加各种综艺 世纪不放过一丝让自己发光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8年他前往陈情令 剧组试镜的过程当中 被剧组的制片人一眼看中了 制片人杨夏 觉得王一博的那种一世独立的清冷形象 很适合蓝忘机 王一博再次等到他的机会 并且抓住了 童年创造101这种大型的选秀类节目 邀请他作为导师参加节目 他年轻资历浅 要让众人服气的话 就得拿出匹配的实力 在节目当中 他终于有机会展示他的专长 也就是跳舞了 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许多之前对他有偏见的人 也成为了他的粉丝 他就是那种人 不管他选择做什么 他都会把他做到最好 就算是从没有接触过的摩托车锦雕赛 也能够夺冠 这个大男孩 肉骨真的不亏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by bwd6